好 另外遭到控性侵偷拍的土耳其男子王凯杰 法院认定他有犯罪重大的嫌疑 而且可能逃亡 因此裁定收押 而曾经还拿交往过受害的前女友 在今天上午也是出面爆料他的恶行恶状 这些状况请记者吴一轩来告诉我们 一轩打来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土耳其版李宗睿 王凯杰在昨天是被收押 禁见 不过今天一早 他的前女友也跳出来说明他的恶行恶状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同居的前一个月其实没有太大意状 只是后来就觉得他好像很忙 然后都不在家 然后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才发现那个 因为他Facebook没关系 所以我就看他的私讯嘛 才发现有那些他跟很多别的女生的私讯 就是很入骨的字眼那些 所以我就有吓到真的 就是很傻眼这样 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要跟他分手 然后就很快就搬出去了 那么其实呢 这个前女友表示说 当初和他交往还有同居之后呢 其实这个土耳其男还要跟他借60万元 希望他能够带款买名车 没想到之后他竟然是不还款 前前后后才还了大概5万块钱吧 而且这个前女友呢 是在脸书上后来又发现说 他其实跟超过20个女生都有在脸书私讯 说要发生关系啊 说要上摩帖啊等等 让这个前女友是非常的生气 那么跟他分手之后呢 为了要拿回这些贷款60万块钱 他们闹上了法院 虽然最后告诈击不起诉哦 但是呢 他也提到说 这个前女友将要在下个礼拜 要来提高侵占 希望法院能够还给他公道 以上就是来自现场的最新体型主播